井兰瞎意识地松了口气 暗暗松开了紧握的袖拳 并暗地里将手心溺出的汗水 在裙摆上抹了一把 宗主 这是 一名初鞘初七高手站了出来 说道 这里还有几个慕名而来的练器者 虽然他们没有鲁宗师的实力 不过一人计短 两人计长 不如让他们试试吧 此人说话的时候没有底气 他也知道 鲁宴解决不了的是 让几个实力境界和练器修为明显不如前者的人去做 成功率并不怎么高 同样的 三名慕名而来的修士低下了头 他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此 此番一见 顿时没有了信心 你 陆辰 你在干什么 正当这时 岳飞扬瞪着眼睛 发现了陆辰的异状 陆辰头上满是汗水 正暗地里强行运转法力 控制着乾坤带 听到岳飞扬一喊 殿内所有人转过头来 陆辰暗到糟糕 并强颜欢笑道 没事 陆前辈实力惊人 晚辈有些吃不消而已 既然连陆前辈都解决不了 晚辈也没这个本事 就先告辞了 说着 陆辰便要离开 等等 喊出声的 不仅仅是上穷道人一个 在场的算上鲁燕 足足有七八个人 一同喝出声来 一道道犀利的目光 同时落在陆辰的身上 更有两名出窍出气修士 从两旁掠动 直接将门口堵死 我靠 完蛋了 陆辰脚步一顿 知道麻烦了 回过头 陆辰笑嘻嘻地问道 各位前辈 难道还有别的事吗 上穷道人冷冷地直视着陆辰 声音冰冷的 你在干什么 我 陆辰刚要编个瞎话 蒙混过去 却发现上穷道人的双目 陡然射过一道寒光 直刺陆辰双目 被上穷道人看了一眼 陆辰顿时神识失手 运转的先诀 出现了片刻间的停滞 而乾坤带中的三十六副星图和寒雾珠终于控制不住 从怀中飞了出来 顷刻间 大殿被一道道碧蓝色的光耀照得无比明亮 三十六副星图飞速旋转 眨眼间 找到远顶大殿四周墙壁上的一处处雕画 从而融合了起来 下一刻 整个大殿的三十六副雕画仿佛活了起来 山泉飞铺如银河壁挂 惊泻而下 千株万树随风摆动 生机勃勃 远山群鸟仙鹤 发出清脆而又愉悦的长鸣 临间猛虎雄狮 昂头咆哮 震撤山林 整个大殿 转眼间 仿佛把人带入了景色秀丽的世外桃源之中 一朵朵香气四溢的鲜花 争相开放 虫鸣鸟叫 有如新竹之声 鸟鸟回荡 所有人神魂失守 猿鹰似乎离体而出 畅扬在奇色美景之中 不对 修为精深的尚穷道人率先醒过神来 当众便是一声嘹亮的大鹤 将所有人惊醒过来 许许如生的雕画 眨眼间恢复了常态 而在四周雕画上 分明被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碧蓝色溢彩 这是什么 鲁燕惊呼了一声 不可思议的看向了陆尘 游云三十六水墨 游云三十六水墨 锦兰下意识的出声 并用御手掩住珠唇 是老祖的带走的游云三十六幅水墨画 游云水墨 上穷道人立鹤一声 惊骇道 是用御宁香兰笔书写的游云水墨 锦兰不想承认 但还是点了点头 来人将此人给我拿下 唰唰两声响 随着尚穷道人一声怒吓 一旁窜来四个出窍期的高手 出窍两人 中期亦是两人 陆尘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按在了当场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幽蓝的寒光直直的射向 那圆形的凹槽正是寒雾珠 上品法界 鲁燕又一次惊呆了 不过这次 他的眼神紧紧在陆尘身上一扫 旋径看向了凹槽 与刚刚一样 凹槽中的寒雾珠旋转了起来 似乎正在开启眼星螺像大阵 然而刚刚转了三圈 寒雾珠突然停了下来 依然散发着凛然的寒气 但大阵还是没有被开启 众人等着 静静的等 许久 许久不见半点动静 停了 就这么停了 尚穷道人眼中 寒光闪烁 有种情绪上 即将达到高潮时 突然止住的无力感 他看向自己的夫人静兰道 兰儿 这是怎么回事 静兰双目泪花盈动 道 是老祖 当年的成名法器 寒雾珠 此珠本应是一对 你练一枚知愿珠融合之后 会组成阴阳火魂珠 阴阳火魂珠 鲁燕皱了皱眉 沉思一会儿 眼前一亮鹤道 我懂了 此阵是以专门的法器开启 必备一种火能 老夫还以为是六阳真火便可 想不到 居然会是寒痴一体的阴阳火魂珠 说到这里 鲁燕看向上穷道人 眼神灵灵的 上穷道友 只要找到尺焰珠 将二者合一 大臣必能启动 尺焰珠 所有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了路臣的身上 我靠 完蛋了 路臣神情意味 按道 坏了 刷的一道白影 转眼逼近 随后一只干枯的手掌 强行按在路臣的头顶 路臣只感觉到自己耳边响起炸雷 说 尺焰珠在什么地方 路臣心里那个气啊 恨不得马上时光倒流 回到数十年前的真龙秘境的弟弟 找景洪讨个说法 为什么当时不说明白些啊 早知道道爷就不来了 看着那白衣白发 一身惨白的像勾魂白无常的尚穷道人 路臣脑筋飞快的运转 该怎么办啊 总不能把小命扔在这里吧 突然间 他灵机一动的 哎 且慢 试焰珠不在我身上 跑 尚穷道人一把拎住路臣的脖领 提到自己的面前 那张脸变得无比猙獰 不在你身上 嗯 那在什么地方 说 余下众高手齐声喝出来 景洛健壮 赶忙移动身形 来到尚穷道人面前 拉住尚穷道人的 嘿 相公莫及 伤了此人 大阵永远无法开启了 卢燕也是跟了过来 阴沉道 没错 只有阴阳火魂珠的火能 才能开启大阵 这个人 很重要 尚穷道人并未放手 此刻 也不看向二人 而是紧紧的凝视着路臣 形同恶鬼 说 石炎住在什么地方 不说 老夫现在就毙了你 刚开始 陆辰还被吓到 一时间苦无对策 可突然间的灵机一动 再加上景兰和鲁燕的提醒 他马上醒悟过来 不再惊慌 反而微微一笑 眯着眼睛 看了看 尚穷道人枯瘦的手掌 轻慢道 哎 别急嘛 尚穷前辈先放开 有话好好说 放屁 尚穷道人怒笑一声 牙子欲裂道 休想跟老夫耍花样 马上说出 吃眼珠的下落 否则老夫抽你原鹰 折磨你千万年 鹿尘闻言 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看尚穷前辈这么紧张吃眼珠 想必吃眼珠很重要 好 你放了我 我就说 看高贵 老夫马上杀了你 尚穷道人虽然愤怒 但没有失去理智 左思右想 还是放开了陆尘 反正在他眼里 陆尘只是一个原鹰出妻的蝼蚁 说捏死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陆尘重新掌握了自己的身形 轻挑的拍了拍胸前 变得褶皱的衣服 权借也不说话 左右一看 大殿有两排座椅 随便找了一个坐了下去 二郎腿一搭 捂着喉咙 坐干渴壮道 可了 谁给倒杯茶呀 你 见陆尘泼皮无赖的出声 在场众人皆是怒火交织 几大高手更是想过去动手 陆尘早料到如此 大手一摆的 哎 干什么 想杀我 哎 最好别动啊 几个出窍棋高手 自然知道 蓝渊星景家宝藏 对上穷道人有多重要 一听之下 倒也没敢妄动 岳飞扬在一旁 挠了挠嘴 不悦的嘀咕道 哼 我这死活的小子 哎 哎 你 你说什么 陆尘抬了抬眼皮 轻蔑的看了岳飞扬一眼 岳飞扬撇着嘴 笑道 我说 你不知死活 难道有错 哎 陆尘故作无奈的叹了口气 伸出一根手指 摇了摇道 嗯 你的嘴真臭 说着 看了看上穷道人手下的几个高手 笑道 嘿嘿 哎 有没有人帮我掌他的嘴 没有人动 陆尘又道 没有啊 那算了 上穷前辈 您还是杀了我吧 众人一听气得咬牙切齿 上穷道人冷静的沉思一番 马上对其中一名手下使了个眼色 那修士心领神会 二话不说 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啪啪 便是两极响亮的耳光 直接将岳飞扬 扇了个七魂八素 狠狠的撞在了墙上 连续喷出了几大口血 方才清醒过来 你 你这个魂的 我要杀了你 得胆 不要 啪 见岳飞扬 盛怒之下 不顾一切的扑向路陈 鲁燕便知道不好 刚喊出声来 却听到上穷道人怒吼一声 先前那名修士 再次出手 一脚将岳飞扬 提飞 出窍中期 与原婴后期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哇的一声 这次 岳飞扬连早上吃的东西 都吐了出来 趴在地上 如何也起不来了 上穷道友 你 鲁燕怒视着上穷道人 喊到一半 硬生生的 被上穷道人 携来的眼中 寒光逼了回去 鲁兄 希望你知道 这里是穷天宗 不是你剑谈风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能动 陆臣 上穷道友 声音冰冷至极 有着让人 不敢违抗的威严 鲁燕 毕竟只是一个 炼器宗师 在境界和修为上 与上穷道人 相差太多 见上穷道人 动了真怒 不甘地坐了回去 并狠狠地 瞪了陆臣一眼 这时 除了剑威仙子 几个帘步 跑过来 去把岳飞扶起来之外 所有人都死死地 盯着陆臣不放 猫的 这小子太卑鄙了 居然连命都不要 看出了自己不敢动他 竟然当起了大爷 哼 众人愤恨地想着 但是 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呵斥陆臣 天知道 某个道爷不高兴的话 下一次 那巴掌会落到谁的脸上 片刻 真的有人奉上了茶水 陆臣端起 抿了一口 神态之轻松 似乎他才是这里的仙长 这个时候 上穷道人的怒气 也压了下去 患上了一副 老谋深算的脸孔 当然道 陆臣小友 现在可以说了吧 陆臣抬了抬眼皮 笑道 上穷前辈的全权圣意 晚辈感受到了 其实赤燕珠 是在晚辈一个朋友身上 当初找到这三十六副图的时候 恰巧有两枚珠子 我与我的朋友遇到 一人一枚就给分了 真的没有想到 这两枚珠子 还蕴藏着今天的秘密 编吧 反正没人知道实情 但随道也怎么说都行 陆臣如是想 不得不说 某道爷的确演技精湛 上穷道人察言观色 根本分不出真假 言问道 那你的朋友 现在身处何方 陆臣小友 是不是应该给老夫 引荐一番呢 威胁 陆臣倾笑 说道 当然了 晚辈还不想这么早死 只要上穷前辈肯答应晚辈 得到赤燕珠以后 放晚辈离开的话 晚辈现在就通知晚辈的朋友过来 亲手将赤燕珠交给前辈 如何 好 见陆臣答应的这么痛快 上穷道人怒气全消 说道 你放心 只要赤燕珠到了老夫手中 老夫不但可以让你从容离开 更加可以给你一件中品灵气 圈志 你想在穷天宗修炼都行 前辈的好意 晚辈心领了 陆臣站起身来 装模作样的失了一礼 说道 晚辈还不傻 这么大的秘密 让晚辈知道 前辈不杀我 已经算是开恩了 晚辈自然会守口如瓶 有多远 得走多远 听到这里 上穷道人微微一笑 又露出一抹赞赏之色道 看来你非但不傻 相反还很聪明 快快通知你的朋友们 陆臣点了个头 随后 取出一张紫色传音符 嘴里嘀咕了半天 将传音符系了出去 传音符是先灵大陆的产物 陆臣取出的这一张 是与龙岩互通消息所用的 自然无法传到那么远去 但已经无所谓了 别说龙岩收不到 就算收到了 也不会赶来 陆臣的目的 就是拖延时间